龙都拉斯这件事情说真的 说意外吗也不意外 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大势底定了 我先跟那个就是跟你稍微讲一下 我们听说的事情啦 听说外交部是今天早上看到人家的推特才知道 因为很少总统自己在写推特 蛮奇妙的对不对 太奇怪了 不过那个路透社有登新闻 所以我是收到新闻 因为我朋友就寄给我 这表示美国没有hold住 因为坦白说赖清德跟贺锦丽去的那一次 是美国hold住了 不过他早就要自己建交了 因为现在执政的政党是中间偏左 对 他本来就想跟中国大陆建交 而且洪杜拉斯在北京有设经贸办事处 他也设立一阵子 那这个坦白说啦 就是就整个中美洲区域的利益 中美洲主要的国家都跟中国建交了 嗯 比如说多米尼加啦 有几个还在等准备要了啦 古巴啦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国家都建交了 所以 呃我们现在就怕会有一些效应啦 就是洪杜拉斯会不会传染到尼加拉瓜啦 那甚至传染到巴拉圭 巴拉圭因为四月要选举 那如果是在野党这个左翼胜选 那我看小英八月就不用去了 对因为他已经放话啦 对对而且现任的总统是非常明显亲台湾 可是他已经喊价了 因为我们上次立陶宛 你莫名其妙给人家12亿嘛 2亿赠予10亿融资 现在随便大家都来跟我们喊价啊 哎拜托巴拉圭是这么久的邦交国 然后他是真的邦交国立陶宛还不是 那你的立陶宛是给2亿赠予加10亿融资 人家当然会要求比照嘛 所以巴拉圭直接开价10亿 来讲我们跟洪杜拉斯是邦交国 然后我们到今天早上是看人家的推特 或者看人家的报道才知道 我们想必已经断连一段时间了 他本来就比较亲大陆啊 这大家都知道啊 事实上坦白说啦 我们中美洲跟南太的 南太平洋的邦交国 很多是美国帮我们看着 选择这一天我觉得 也有点对赖清德有点 因为那个场就是赖清德去了 那你知道今天赖清德要领表 然后就发生在今天这样 对 如果这个真的就是刻意的北京的计算 那真的算的有够准 你觉得是吗 不然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先来说不 我来问百分比你觉得 你觉得倾向去故意悬案今天是精心安排的 这个比例 因为那天就刚好是赖清德去啊 那跟贺锦丽不是吗 那我们那个 我们赖清德那个挪移连步靠过去嘛 不是吗 就那个历史镜头大家都记得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是選在今天真的很精彩 那就是北京 真的很精彩耶 好喜欢喔 那接下来 好喜欢 你懂人 不是因为 很明显啊 这很操作耶 就是给隔空的一巴掌 说真的 坦白讲更大的巴掌是对美国啦 那因为这个照理讲就是你的后院嘛 而且就是正后院 而且这么小的一个 不过坦白讲我觉得中美洲啊 美国最大的国家邦交也都失去了嘛 他可以护不住啊 多米尼加你就护不住啊 所以 坦白讲我也不意外 你也说到其实大陆不急于让台湾的邦交国被清零 我中国大陆是这样喔 不会清零 南太平洋他本来 并没有刻意在经营 那从所罗门突破之后 他不会说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建交啦 嗯 可是 这个 这个 他进入南太平洋 等于就是跟美国较量 对 那美国会帮我们守住几个国家啦 那我认为中美洲 有好几个国家都 岌岌可危啦 比如说丁加拉瓜啦 比如说这个 这个巴拉圭啦 大概我认为都岌岌可危 嗯 所以其实哪几国是你认为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台湾来说 那海地是中国不要啦 嗯 因为海地真的是很难救 对很难救 他有很多问题存在 对他问题非常多 嗯 所以亮哥你自己觉得巴拉圭的 因为他是四月啦 巴拉圭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 巴拉圭跟台湾关系真的是不错 而且我们很久了耶 非常非常久 洪突拉斯也很久 对洪突拉斯我记得是82年嘛 对啊82年了 巴拉圭应该也有60年很久了 嗯 可是这样啊就是 中国大陆可以买巴拉圭的牛肉跟大豆 对他来讲也不小补啊 这个就是市场大小的问题 这很现实 嗯 那巴拉圭有的只有农产品 所以亮哥巴拉圭的重要性 跟宏突拉斯跟台湾的重要性 巴拉圭的牛肉很好吃 我知道 而且我们台湾其实进蛮多的啦 但是当然不能跟大陆市场比 是啊 所以其实就重要性而言 对台湾来说巴拉圭是远胜于宏突拉斯 当然是我们面积最大的邦交国 可是我跟你讲啊 巴拉圭在南美洲 就是北韩的地位 非常穷 非常穷 那跟旁边那个乌拉圭 还有这个巴西阿根廷 他们有几个国家还有智利 这五个国家叫南方共同市场 嗯 那现在其他国家都搞定了 对 就是乌拉圭智利 巴西跟阿根廷 因为鲁拉巴西总统 他3月28号要去北京嘛 嗯 而且带了一个很大的团啊 企业团要去北京啊 我认为就是摆明呢 要签这个 南方共同市场 跟中国的经贸协议 是 那巴拉圭也在里面 他要让巴拉圭 立即得到出口的好处 是非常容易的 很有诱因欸 就是牛肉跟大豆 这两个是主要产品 宏突拉斯总统他上任之后 其实就 那当时就已经谈过了 他也跟大陆这边 他早就想见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早就在运作 这才更加深 你刚刚讲的 今天宣布的时间点 他是贺锦丽去稳住的嘛 就美国稳住他嘛 因为 他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嘛 所以 坦白讲 他跟美国关系也很好啦 因为毕竟是邻居的大国 可是 你如果就中台来选择 他百分之 百分之一千 会选择中国大陆啦 百分之一千啊 那 他只是碍于美国的面子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立即离开嘛 嗯 嗯 那巴拉圭这一局就是 我们讲的是那个区域经济的 共同市场协议啦 所以我认为非常岌岌可危 而且他跟你要10亿啊 嗯 那不然你是看我小了 对啊 你给立陶宛那么多 立陶宛也没跟你建交啊 很多人排队要领钱呢 我们 而且立陶宛 还给你写一个什么 台湾逆史 对不对 他连一个台湾代表处 还不敢用台湾这个词 还用台湾逆史 对不对 对 所以巴拉圭看在眼里怎么受到 我们那时候拜托 这个 我们在国会里面多少人嗨的要命 光是台湾逆史 对不对 就是一大突破啊 然后大做新闻啊 好啦 那个当然也是美国 花这么多钱 美国帮你拉的线啊 这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那个钱给的实在是太离谱了 老力后 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包某某水 冒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老力后 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包某某水 冒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请不吝点赞